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开心肖医生 又到了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3公司的产品 在表观遗传学方面 研究论文的解读 我们都知道 人体是由 两万多个基因组成的 这个基因呢 维持着人体的 数百万个 每时每刻每秒钟的 化学反应 基因是一种开关 它可以打开或关闭 体内不同的反应过程 对人体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每个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里有一个新的概念 很多朋友已经知道 叫表观遗传学 什么是表观遗传学呢 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祖先 把很多基因传给了我们 这里边其实支持 不同健康结果的基因的打开和关闭 而且能保存并遗传给子代的学术体系 就是表观遗传学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希望好的基因打开的更多一点 不好的基因关闭的更多一点 或者少被激活一点 这种想法就是基于表观遗传学的基本的理论基础 那么如何适当的保持好一点的表观遗传学状态呢 其实良好的生活方式 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锻炼 就可以保持 当然 现代社会 我们每天的生活 可能更多的 有太多的时候是对表观遗传学好的状态的一种损害的状态 太多的人有不良饮食啊 少运动啊 睡眠不好啊 等等等等 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 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谈一谈 3公司产品 有关表观遗传学方面 第三方验证报告的数据的解读 3公司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 走在了这个相令同类公司的前部 可能是说是一个很先锋的领导状态 怎么讲 3公司更多的在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里 很多的体现在以下的八个基因位点上 这些方面的研究 这些八个基因位点 有跟神经元和认知方面有关的基因位点 也有跟炎症和各种的炎症突发状态的时候的变化的基因位点 也有跟ATP和能量相关的基因位点 当然也有跟血糖和这个胰岛素水平影响的基因位点 还有就是抗氧化和抗这个突变 以及能量产生和细胞修复等等的基因位点 那么我们一个个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BDNF基因位点 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的更多一点 它更多的就是维持健康的认知水平 因为它可以促进神经元和神经突出的生长和分化 说的专业一点呢 是人体的大脑海马体和皮质基质层的前脑部的活跃 尤其是这个区域是对于学习记忆和高级思维至关重要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它对长期记忆就很重要 长期记忆不好的往往是什么 其实就是老年痴呆的 这个海默是综合症的早期的一个表现 那么3公司的三个产品 Vitalite, Collagen和Revive 这三个产品在这方面的表达呢 最后测试的数据让人非常吃惊 分别提高了840%,570%和430% 这个通俗点说就是让人的认知方面的 有关的这个基因位点活跃度增加了8.4倍 5.7倍和4.3倍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据啊 是吧 那么下一个呢是IL6 也就叫白细胞借素6 这个基因位点很有意思 它是早就被人认知的 因为刺激急性的炎症反应的时候 和急性的一些闯伤的时候 这个基因位点就进入活跃状态 举个例子 近两年的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病毒侵入人体之后 会诱发人体的大量的宿主反应 会导致大量的炎症细胞分泌出来 产生了炎症细胞分子风暴 这个炎症细胞因子的风暴 是使人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比如说宁血障碍 比如说还有太多太多 其他方面的器官衰竭 当然有人因为这些 都甚至严重的失去了生命 那么尽量控制白细胞借素6 这个遗传位点的活跃度 也是很好的 可以控制炎症表达的一个方式 这个新冠肺炎侵入人体 那么太多的问题出来了 那么如何降低这些问题 对人体的反应 这都是在控制IL-6 这个遗传位点上 做的大量的研究 3公司的三个产品 Eternal, Revive和Vitalite 分别在这方面取得了 非常惊人的数据 尤其是Eternal 居然控制白细胞借素6 IL-6这个遗传位点 给它控制到将近压缩了 1250% 什么概念 就是12.5倍的被压缩 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说起来 在第三方公司 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是不是错了 结果做了三次 第四次还做 还是同样的结果 这就非常充分的说明了 3公司的Eternal这个产品 对于严正的控制的效果 是多么的惊人 正是如此 才有太多太多的人使用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再说说NF 卡拉巴拉B 这个遗传位点 这个遗传位点是管什么呢 也是管炎症的 这个遗传位点一旦失活了 对健康是有利的 它太活跃 对健康是不利的 而且这个遗传位点控制了很多跟炎症相关的 比如说 它的这个遗传位点的升高 可以造成死亡率升高 可以造成心脑血管病方面的死亡率升高 而且它还跟精神分裂症有一些关系 再有它跟肥胖啊衰老啊 甚至导致S31水平的降低也有关系 而S31水平是一个长寿基因位点嘛 那这个位点我们都希望它活跃 所以呢 这个相方面的研究呢 就带来了很令人开心的结果 Eternal Revive Vitality和Collagen 分别降低了345% 200% 172% 甚至降低了125% 别小看这些数据 都很难得 为什么 因为没有厂家 没有生产商 也没有经销商 做过类似的数据 大家拿不出来类似的数据 或者说 也许以往的市场上的产品 达不到这样的结果 也没人敢去做这些 那么3公司走在了 这个时代的前沿 行业的领导者的 这个前沿位置上 再说说 People Alpha 这个遗传位点 People Alpha的遗传位点 它是负责ATP能量的分子的遗传位点 它的激活可以有效的降低肝油三质 而且降低LDL就是坏胆固醇的一些状态 而且可以促成糖的代谢的受抑制 促成肝细胞呢 糖益生和糖原的合成 说的通俗点 就是让你不要肥胖 是吧 这个无论是降低肝油三质和LDL就是坏胆固醇 还是让人减少不必要的肥胖 都是现代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需要的 太多的人求之不得一直达不到的 对吧 而3公司的四个产品 在这方面的数据又是很惊人的 分别在图表上可以显现 有的将近达到了四倍 两个产品将近达到了四倍 另外两个产品一个分别是一倍多和两倍多 多么难得呀 又可以降低肥胖 又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一些影响 那么GLP1这个遗传位点 GLP1的遗传位点更了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控制血糖和血胰岛素的水平的 血糖和胰岛素水平 让人类很好的进行能量代谢有关 而且这个遗传位点的被激活 还增加了ATP的产生 也就是让你有更好的能量状态 或者说的通俗点 精神头比较足吧 对吧 一方面降低不必要的血糖障碍 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然后呢 让你的每个人的精神状态 还比较旺盛 比较精力充沛 这是多好的事啊 而且它还可以在一些器官产生作用 这个图表上就是 比如说在胃里 它可以抑制胃的排空 抑制胃酸分泌 抑制太多的蠕动 这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减少这个饥饿嘛 让这个食欲降低一点 是吧 而且从2000年左右开始起 GLP-1受体机动剂就被批准为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的药物了 可见GLP-1的多了不起 在后边我们还有另一个图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3公司的两个产品 Vitality和Revive 分别在这方面起到了正向的将近3.5倍和3倍的作用 我就说整数 不念那个零头了 其实我们知道的 更主要的大概的方向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加有的方式的自己去服用 也更加愿意跟别人分享相应的信息 告诉那些血糖有问题的人 肥胖的人 我们的产品可能在哪方面给他一帮助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NRF-1 这个遗传味点的价值 这个遗传味点呢 是协助健康的一个能量水平的保证 它主要是在线粒体的工作方面起作用 而线粒体是细胞的发电机 线粒体健康了 细胞就有能量了 细胞的繁殖 恢复 修复 等等 效果就好了 人的生存状态也就精神度啊 精力程度啊 也就好了 而且这个位点呢 还能促进心肌细胞再生 这个状态被激活 心肌细胞再生 心脏一刻都不能停止跳动 人的心脏老了 人就老了 心脏停了 人就死了 所以心肌细胞不断的保持旺盛的状态 不断的有新的细胞产生 有再生 然后替代衰老的细胞 人就可以保持旺盛的状态 对吧 而且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出心肌细胞 也就是心肌细胞再生被激活嘛 这也是对成人心脏的一个保护 这个效果是大家非常欢迎的 所以NRF1这个遗传位点的活跃 被兴奋是无数人希望的 那么3公司的两个产品 Revive和Vitality分别在这个位点上 起到了正向的229和224的一个这样数据结果 这个是我们非常开心看到的 也是非常愿意持续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卫点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是SOD 就是超氧化物气化酶这个遗传位点 它可以使人体的抗氧化状态更好 而且抑制细胞的凋亡 尤其是对心肌细胞产生保护作用 缺乏SOD1 SOD1的时候呢 人会出现肌肉减少症 白内脏早期发展 黄斑的变性 黄斑的变性是人体的眼底的视网膜 最重要的区域产生变性 那会变成很严重的后果发生出来 比如说眼睛外观一点没问题 但是眼睛视力急剧下降 甚至失明 这也是中老年的 美国中老年人失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可以减少胸腺的退化 SOD1的激活 胸腺退化胸腺是什么 胸腺就是人体衰老的一个腺体 或者说人体衰老这个腺体就退化 衰老的越厉害 胸腺退化越厉害 小孩胸腺是很旺盛的 而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 再有它的缺乏也会促成肝细胞癌 严重的缩短寿命 所以说SOD1的遗传未典的活跃度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而我们的这个四个产品呢 都分别达到了100多 是有的甚至将近200倍 185嘛 是吧 维塔利特是138 Internal123 Collagen胶原蛋白 在这方面也有一倍以上的 122%的这个一个表达 所以服用3公司的产品 为什么有什么帮助 在这些图表上我们都有了清晰的认识 那么最后给大家汇总一下 像Eternal在炎症状态上 它就有了明显的NF-KB的一个 一个Color NF-Color B的一个表达 然后尤其是在白细胞借素6上 可以降低这个12.5倍 这个太厉害了 这也是太多的人 由于炎症的问题 服用我们的白细胞借 Eternal这个产品的时候 迅速的得到了炎症改善 跟人体感觉迅速的豪转起来的 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都找到了技术指标的 对应的这个说明 那么Collagen也有相应的 炎症方面的降低压 这个能量产生啊 这两个产品能量的产生数据 PPα的数据都有相应的显示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个炎症指标 尤其尤其的再次强调一下 那么最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Collagen就是胶原蛋白 居然在神经功能障碍 和神经这个精神层面的 认知方面改善上 它有非常正强的作用 达到了百分之五百七十 也就是将近六倍 对吧 我们都知道胶原蛋白 可以使皮肤弹性增加 可以使这个结体组织 尤其是关节类的 这个结体组织的状态改善 那么现在居然知道了 它对于大脑的认知 举个例子 就类似于这种 海默是综合症 老年性痴呆的延缓发展 延缓发生 都有非常明确的价值 所以我们吃胶原蛋白 这个3公司的胶原蛋白 由于它的生产技术 它吸收生物利用度的高 吸收率高 所以还可以达到很多很多的 其他公司的产品 所达不到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图表汇总 那么也有第二个图表 是关于 这个revibe和vitality 分别在能量代谢方面 都有了两倍和将近四倍的提高 然后严正指标的降低方面 都有了将近一倍多 两倍的下降 然后呢 vitality 就是我所倡导的 叫每日必须营养素 也是在神经功能认知 这个延缓老年性 这个大脑衰退 这个海默是综合症的出现 延缓方面 它有将近8.4倍的一个提升的效果 然后呢 revibe也有将近4.3倍的一个提升的效果 所以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产品 是非常放心的 也是目标很明确的 再有就是控制严正指标 尤其尤其重要的是 GLP1 就是血糖的控制 Vitality 是血糖下降了将近3.5倍 这个在血糖控制上 这个可以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其实revibe也有将近三倍的一个改善 这个不是血糖的下降 应该准确的说是血糖代谢的比较正常 而且能量代谢也就牵扯到体重 也就牵扯到肥胖 也就牵扯到很多的代谢方面的延缓的问题 这些改善都让我们服用这些产品有充分的信心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Science这个杂志 它是美国很专业的科学杂志 每年都会评选本年度的十大科技进步 2023年居然把GLP-1的这个叫做 胰膏血糖素样态机动剂 这个一类的技术 评为Science杂志的 2023年的年度科技进步的 之首冠军的这个得奖获得者 而这个GLP-1的疗法 实际是对于在药物方面 对于心脏病啊 对于中风啊 对于糖尿病和肥胖啊 都有非常明确的被认可的这种效果 而我们Science的产品 在GLP-1上早已经开始起了作用 早已经有了第三份的验证报告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大家更加坚定了 使用Science的信心 最后总结一下 这些解读这些结果呢 就是说调节的这些结果 到底起了哪些作用 其实并不复杂 通俗点说 那些数据我们记不住 可是能够记住的是 让你的血糖啊 血脂啊 肥胖啊 这个精神状态啊 营养能量状态啊 都得到了不错的改善 延缓了这个海默氏综合症 老年性痴呆的发生和发展 甚至全面的 尤其是近期的各种炎症 各种抗生素失效 耐药等等 各种这个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可是我们的产品在辅助的 这个营养知识方面 起到了非常好的 对炎症的控制作用 是吧 而且抗氧化 抗突变 使大家呢 更多的抵抗住 这个细胞的叛变 也就是癌症的 这个变化 抵抗住这个病毒的 和其他的一些 病原微生物的侵袭 最后的结论 我们总结一下 C公司的产品的价值 就是说 它是主动健康的 营养补充剂 而且是支援了 健康的抗氧化 抗衰老的 这种状态改善 它起到了支援作用 而且很好的维持身体的 健康的表观遗传学的功能 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看到的 也是最有信心 使用产品和分享 这个产品 分享这个项目的 这个信心来源 所以公司也非常贴心 在相应的每个会员的后台 这个工具栏里边 文档和媒体的 这个科学类资源下面 都可以找到 相应的论文和相应的数据 这些都是公开的 而且都是经得住推敲的 也是愿意欢迎 大家监督和查证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有机会 再来讨论这样的项目 再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共同的学习和提高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